一隻牛 一個母牛 它製造奶的能力 開始走下坡時 農場的人會和母牛 打一種Growth Hormone伸張海爾蒙 在反初類動物 Growth Hormone伸張海爾蒙 可以令到它們的乳腺繼續製造乳汁 但原理就是這樣 Growth Hormone去到牛肝的時候 肝就會因為Growth Hormone刺激 會製造一種物質叫做IGF1 全名叫做insulin-like growth factor 中文叫做類移倒素生長因子 這個IGF1就會刺激牛的乳腺 可以製造多些乳汁出來 但IGF1是可以經過牛奶出了牛身體 所以你喝的牛奶可能是免費送了 IGF1給你喝 IGF1是可以刺激前列腺細胞會增生 但亦要說看你喝多少份量 如果你只是喝了少少 是沒問題的 但如果你喝到是水來滋渴 長期下去也會有問題